刚才你们讲到的就是说我们这个特性 这个族裔的特性 或者说跟这个主流的一些disconnection的地方 会不会也是导致就是说 多多少少和这个被受袭击有一定的关联 也就是说可能那些 再一个就是你们怎么看 这个东西到底是一个racism的结果呢 还是一个more like individual的一些case 一连串发生这么多事情 不论是那个Atlanta了 还是在整个Bay Area 高密集高频率 这个可以跟去年的这个George Floyd的这件事情可以相比 你也可以把它作为一个不是一个针对一个族裔来说 对吧 你可以把它 it depends how you look at it 但是呢当时但是黑人由此发生了强大的这种 就是你说暴动也好或者什么 whatever这抗议也好 所以它 it shaked the ground 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 这种包括这种主流媒体啊 或者什么 就是这是一个 fundamental的 就是 profound的这种 impact 对于整个这个国家 那么新年发生在我们亚裔发生事情 我们也有反应 但是这是not big enough what is always we have to make a loud noise 但我们并没有真正产生那样子的这种 这种 noise 这跟我们自身的族裔有关系 那么还有呢 再从这个自然界这种生存这个生存链上来说 北京人有句话就叫做人间软银挖 就是就是在这种生存链上里面也是 就是人总是要去去欺负 相对来说要欺负一个比自己更加弱的什么人 还有 可是这个我觉得更像是一个culture based的一个东西 您不觉得就说其实在韩国城 其实就很少发生这样的事情吗 就是在china town就会发生很多这样的事情 那你说同样都是东北亚的人 同样长得对于他们 他们来讲 他们也看不出来一个区别 可是这个是有一个文化上的一些特性的 我觉得中华文化和韩国文化 又在这方面也不太一样吧 还是我觉得要有一点点的勇气去confront这些 这些虚假和恶的行为 这个其实没有那么可怕 其实我真的觉得说 首先我们不要去stereotype别人 就觉得说他们都是那样的 我也有不少想分享的 就是我们觉得就是anti-blackness跟anti-asianness 两个concept是就说我们都得反 然后而且但是我们不能就说mutually exclusive 这些东西就说不能因为别人不喜欢我们 然后我们也就要报复 然后又不喜欢别人这样子吗 所以这也就是其实这些情况也就是很多这个现在的现状 然后集中起来 我觉得现在是一个perfect storm 就是说很多事情accumulate到这个地步 我们华人社区或者是亚裔社区里面有一些就是说不喜欢黑人的一种现象 那个叫做anti-blackness 那么别的社区不喜欢我们华人 对我们进行种族歧视和仇视的话 那个叫做anti-asianness 对吧 这是两个都是很平行的一个概念 然后都是同时存在的 可能已经是产生了很重大的这个压力 然后每个人都有很多的怨言 然后每个人都觉得我们不受理解 不受重视 我们每个人都被排斥 所以每个种族都有这种想法的时候 就很容易把一些 某一些人在某个种族里面 某一些人做的某一些事 把它矿大化 那同样的我们就一棍子打死一堆人 对不对 那别人也是一棍子可以打死我们 所以我觉得为了 其实我们应该提升到一个更高的高度 就是说我们既要支持别的社区 我们要团结大多数可以团结的人 同时我们要严要求自己主则的话 别人也可以这样子对我们 当我们有一些人做一些事情 人家不喜欢的时候 人家就可以generalize到整个亚裔 整个华人社区 对不对 周志文我多问你一句 就是说我在网上看有一些中文的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自媒体 还是就是有一些网络帖子 把你是列为就叫市长的联络员 或者叫社区联络员 London Breed的联络员 这是真的吗 我愿意充当任何人的联络员 就像Sarah说的 我们愿意当桥梁 我们作为双语的人才 能够受到这么好的教育 我们一定要多做一点去回报社会 我做的任何工作都是免费的义务的 只有出钱出力出时间对吧 Sarah跟我两个都是 如果大家用得上我的地方 用啊 如果我能帮你联络什么 联络啊 对吧 我是校区联络员 我是社区联络员 我是政府联络员 因为我们有这个双语能力 你要讲的东西 我帮你翻译 我帮你打电话 我帮你写一帮 没问题 能够解决问题 就是好的联络员 我认为这是一个牛处或者甚至一个好的称呼 就是说他确实是对他的accomplishment做成一种 我没有说这是个坏的 我只是确认一下 那另外就是说前一段时间大家知道 当然就是我没有特权就对了 这个就是你所有人都可以用这个权利对吧 跟市长办公室写个email 如果你懂得怎么写哪个email address你也会写啊 但是很多我们社区的人不懂啊 所以我们就做义工去做这个事情啊 市餐室我们也写啊 DA我们也写啊 校区我们也写啊 谁有困难 甚至乎住房的那个什么租客业主之间有毛 对我们都帮忙啊 对不对 家长有问题我们也帮忙啊 所以这是一个一个大家都应该多做的 尤其是我们南湾的朋友的话 你们有这个条件就应该多做 我们在三番市里面是水深火热的 我们这个那个移民的人口很多 所以我希望更多的人不要歧视 像我们这些傻乎乎的人去浪费时间精力 对吧 而且应该是鼓励我们 有更多人站出来去做我们这种傻事 分享一下就是说 San Francisco 我看到有很多club 在提到你们的时候 经常说啊 这个club 那个club 然后比如说哈维米尔克club 他可能更多的在那个 advocate 这个LGBTQ的这些人的权益 那你们刚才 我没有听清你们这个组织的名字 好不好 你们也介绍一下你们这个club 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那我我参加的是华裔民主党协进会 这个俱乐部 OK 那塞尔是亚裔选民协会 是不同的两个机构 那我们主要都是 其实在上面是有37个 那个注册的democratic club 那还有很多几百个上千个 那种non-profit的用各种形式来联系的 比如说同乡会啊相亲会啊 什么选民会啊 这就是我们大家找到一个社区的一个渠道 对不对 如果我们通过一些 比如说我跟你是同一个姓氏 然后可以互相拉关系 一起就是抱团取卵的 为什么不可以 对不对 这是我们应该多做这样的事情 然后找到共同的语言 往后一起去为我们自己的社区去努力 做好事 究竟算是非常diversified的嘛 就是说我相信也是属于这种 non-profit的特别多 包括各种各样的 high-end low-end 都各种各样 那么像这种 一百年以前的这种各种什么 这种同乡会一直延伸到 现在都还在保存着 当然同时后来很多新移民进来之后 各种各样的组织也都有 那么我们就是说很多移民来之后 带着对主 就是母国的这种热爱吧 不愿意加入美国籍 那么我们也比较encourage 那么如果你要想在美国 都过得更好的生活 那实际上最重要的是 你行使你的公民权 然后你也将 你也会benefit for你的 你的这个公民权益 那么这是也是我们 agricate的一方面吧 大家有没有意识到 就说其实也许老乔和新移民之间 他们的诉求是不是有不一样的地方 然后他们之间是通常来说是怎么合作 甚至说化解冲突的呢 生活的环境不一样 生活的这个基础也不一样 工作性质也不一样 基础的人也不一样 所以对于世界的看法多少也不一样 然后很多不一样 有交集吗 他们他们有来往吗 要多去帮助老乔啊 这个交集是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 而这个风格也是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 像我们这些人 Sara跟我 我们经常去乔社里面帮忙 看看有什么需要帮忙 需要翻译吗 需要做义工吗 那我们都会去啊 这不是 就是说这个 我觉得他们有很多这个传统 还有很多知识 在三藩市像个华人街的样子的话 全靠就是老乔给我们carry这些传统 我相信 我们一定要好好珍惜 并不是去嫌弃 那当然他们也希望能够像我们这样子 高科技啊 什么做网站啊 什么这个微信 Facebook Twitter 这些我们能做的 我们一定要去帮忙做 所以永远是要做超级义工 他们的特点哈 有人说哈 我不知道是不是对的 就是说老乔其实他们的组织度更高 就是说他们有一种那种 过去的这种行会也好啊 或者是这种千丝万缕的这种 怎么说 bonding哈 但是新的移民过来 可能大家比较散 然后也比较 好像很难有一个共同的一些文化 或者议题去讨论一个事情 有这样的 有这样的情况吗 两广一带比较早出来 他的有一种东西是传承着下来的 那种东西是一种 这是就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那么一种 就是说你 something it's hard to tell but something 他有那种辈分的意识吧 就是说首先是吧 他肯定是说这个内部的秩序感是蛮强烈的 我相信 对 他有一种秩序感 他还有一种那个order 对 他有一种order 然后 就至少在表面上 还是有那种order 当然你肯定也会有人要去turn over somebody whatever 他也会发生 但是他必须 就像美国他的民主主 他也是在这种 他有一种structure 或者建制 但是新乔的来 相对来说就是 更加modernized的 个人观点 更像是whatever那种 那种style 是不是 我想补充一句 我觉得老乔这种order 像塞尔说的这些 其实是为大家提供了一种归属感 对吧 你来到这个团体里面 Benevolent Association 同乡会 乡亲会里面 你好像找到你的乡礼了 然后你有你的村长 我们在这个团体里面 好像也有各种阶层的人物 所以也给大家一种团结的能力 也有这种向上的能力 大家都要为这个小团体 要做更多的事 往上走也好 什么 也就是一种美国精神 无可非议 我觉得 非常感谢二位 Joseph Fenn和Sarah 我们有机会再聊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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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